欢迎收看内容均衡营养丰富的新闻大沙拉 今天是2023年的3月22号星期三 我是主持人赵志文 首先呢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落成本地新闻 工会要求提高工资 把工 洛杉矶公立学校关闭 周二洛杉矶联合学区的数万名工会工人 因合同谈判失败 开始了为期三天的把工 导致全国第二大学校系统停课 工会表示 地区支持工作人员平均每年赚取约25000美元 许多工人因工资低或工作时间有限而导致生活贫困 同时还要与洛杉矶县的通货膨胀和高昂的住房成本作斗争 工会要求加薪30% 教师希望在两年内加薪20% 洛杉矶联合学区Los Angeles Unified 是美国第二大学区 据估计大约有50万名学生及其家人受到罢工的影响 学校停课也让许多家长手忙脚乱 必须紧急为孩子做出临时的安排 近四分之一美国人面临粮食不安全感 提到这个通货膨胀呢 据城市研究所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随着通货膨胀率继续增加 食品成本高涨和新冠大流行时期的福利好处逐渐被撤销 近25%的美国成年人正在经历Fruit Insecurity 粮食不安全感的挑战 所谓的粮食不安全感 定义至一个人无法定机获得足够的食物 来维持健康饮食 数据显示 从2021年12月至2022年12月的短短一年 粮食不安全感的成年人人数 从20%增加到了24% 有更多的成年人表示 与汽车家庭取暖或儿童保育费用的急剧增加相比 反而食品杂货费用的增加是最多的 那您对此时怎么看的呢 现在哪些杂货价格上涨的速度感到令人惊慌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和大家一起来涂一涂苦水 研究表明 感染新冠后接种疫苗保护能力降低 接下来关注一下新冠病毒的最新研究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 新冠病毒感染之后会破坏一种重要的免疫细胞反应 而这种反应对于对抗病毒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在接种疫苗之前就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 对于疫苗的免疫反应比从未感染过该病毒的人要弱 这也可能降低他们对于再次感染病毒的保护能力 Food Locker将撤离购物中心 关闭约400家门市 在各大shopping帽里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 其产品种类繁多是运动爱好者的海淘天堂 然而最新消息是 该公司计划将撤离购物中心 到2026年前 关闭大约400家门市店 并计划重新定义其品牌 让其形象更加的迎合年轻族群购物者 尤其是Sneakerheads运动邪迷 又到了今天的超级大闹环节 今天的问题是 如果有9个苹果想要分给13个小朋友 怎么分最公平呢 快把您的答案打在视频下方留言栏 成功的路上 由我与您一起同行 您并不孤单 坚韧是成功的关键 只要敲得够久够想 终会把人唤醒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很感谢您的收看 新闻大沙拉 生活的陪伴 我们明天再会